哈喽大家好呀 哎呀看我一个人在家里边就有多一点的时间跟大家聊天了 刚从那个瑜伽那边回来 今天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边 下了班以后就怒作了两堂课 我感觉真的就又回到了那种单身时候的日子一样 然后呢就去瑜伽教室就想在那待多久就待多久 然后现在回来了之后呢 就弄一个面膜 吃到钱嘛冲一个茶然后跟大家闲聊几句我就去睡觉了 就反正哎呀这个日子好自由啊 可惜持续不了几天 先看这个茶吧 这个茶的话就是那个T2的Tummy Tea 那Tummy Tea的话我这个应该是我不是第一次推荐它了 反正就晚上的时候觉得喝这个茶真的就特别舒服 而且今天晚上我也没吃晚餐 所以的话喝一个这个茶 就闻着这个味道都会觉得很舒服 反正今天就是纯纯的跟大家闲聊一下 聊的话也不知道该聊什么 我们是聊个热点话题呢 还是聊一些我集攒下来的那些问题堆里面的一些问题呢 我想想要我们今天聊个热点吧 反正明天有可能明天晚上也还可以聊 然后后天晚上可能也还可以聊 反正我们家爸爸和两个孩子要在学山里面待好几天呢 嗯哦对接着说这个 我现在两面有那个面膜 呃很多的人呢都在问我说有什么面膜好推荐的 反正我就是一个面膜大王 我有各种各样的面膜 但是我觉得说当了妈之后用的最多的 而且就是用起来很安心 绝对不会担心 它会出任何一点的问题的 就是这一款 它是这个Sicely的 呃就是首先呢 它是一个涂抹式的面膜 其次呢它是有那种修护 舒缓 还有保湿的作用 就一个很安全很安全的面膜 呃中文的话我不知道 是不是叫红景天还是什么呢 反正就闻起来的话 它的味道就那种 特别特别疗愈的味道 就很安定下来的那种味道 然后呢抹在脸上面确实保湿 我觉得是很好的 那当然你说它有什么特别牛 特别神奇的作用和那些woman啊 什么那些的涂抹面膜比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 没有那些特别牛 就你卸掉之后一下就能看出来 效果的那些作用 但就中规中矩的一个保湿面膜吧 然后有的时候就你回了家以后 因为也要啊收拾啊 打扫卫生啊 陪孩子啊什么的 那如果你带一个那种 就那种就一看是你在敷面膜的面膜 就觉得有点啊太过了 但这种涂抹式的话 你看像我脸面就是厚厚的涂了一层 但你们看不出来吧 我觉得就它就是很透明的 但我自己能感觉得到就这种啊 黏黏的呃非常的推荐 呃然后那我们 今天就聊一个热点话题吧 热点话题的话就是 VIP陪练的事 我也不知道这个视频会不会发出来之后 就被小红书给献留啊 或者什么的 因为毕竟这也是个焦点类的话题 呃那VIP陪练的话呢 嗯我在那个上一个视频里边 就带到了一嘴 我就说啊这个事发生了 然后呢哎就我就准备let it go 那在我那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呢 当然我就收到了啊几位吧 就我这个频道的就是很久很久的粉丝的呃留言 嗯他们大概呢就是说哎呀你能不能就是启动一下子你身上的商业和金融的属性 然后来点评一下VIP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就是把它卸载了就let it go 就跟各位妈们聊到真心话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呃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们是不是就是这个群体就是活该会被骗呢 嗯好啊就因为是老粉丝们的呼声嘛 所以那我就启动一下我身上面现在都已经快要睡着了的商业属性 反正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吧 也不一定非是VIP这个呃机构 那当然像类似的我自己经常被推销的也曾经找我 想要去啊跟他们做那种代样合作的 其实有很多像什么啊美术宝啊 然后比较流行的像那个几个中文的学习的APP 像什么悟空啊 然后还有那个培链类就乐器类的 还有什么小叶子啊 然后还有就很多很多 反正都是诸如此类的吧 呃我觉得呢 这些服务供应商在我的眼睛里头 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一类的 那为什么会说他们这个里面都是一类呢 呃其实这一类的话呢 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商业运作的属性来讲的 呃通常呢这一类的话呢 它都会符合几个点 呃那第一个点呢 就是最直观的 就是它都是要你去作为一个预付费的消费 呃那这个预付费的话呢 就是我们从小都会接触的 呃像我自己 包括像我妈在内的话呢 就是小区门口的美容院 按摩店呃美发的 呃都是这样的 就你去了以后就让你说 哎办卡吧 然后办卡之后呢 你就给你打一个大折 然后呢你就去消费 呃消费消费消费消着一天呢 突然一下它就跑了 呃那对啊 就就就这样的一个 这个预付费的形式在消费 呃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这个 在近几年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吧 呃它通常呢 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是一个平台 然后呢 这个平台的这个 这个供应商 或者就是这个平台 整个的这个操作的操盘的 这个公司 可能它的属地呃在哪 并不清晰 呃也并不是很凸显 它甚至都跟咱们原来 就买那种美容院的那个卡 你还知道这个美容院在哪 那这个平台的话呢 其实你都不知道它在哪 它们基本上就是在微信 还有那个APP呃 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它服务的这个终端客户 跟它基本上都不是在一个地方的 呃就终端客户 可能就是天南海北 像世界各地 就就对啊 像我们这个刚刚提到的几个 这种就是陪练性质的 真的就是世界各地 然后呢 呃它的这个就是 服务供应商 终端服务供应商 往往跟它这个公司 也不是一个这种 直接的员工关系 就它真的就是这种 客户客户 就有点像淘宝似的 就是C2C 然后呢 它中间弄了这样的一个 服务的平台 然后呢 它以一个模式 把它给串联到了一起 让大家来啊 使用它这样的一个服务 如果把它就是 用一个商业 或者法律的视角 因为这事出了之后 就比如说这事出了之后吧 这服务我在买的第一天的时候 像我们家的这个 法律工作者 就直接就说 这个不靠谱啊 它怎么怎么会 这早晚都会出事的 就就我们家爸爸的话 就是从第一天 他就觉得 你买了这个客 就不要买太贵 如果真的出事了 你就let it go 结果就真被他给说着了 所以的话 我们家最早的时候 买这个东西的一个心态呢 就是觉得说 我当时好像是买了 八千多还是一万块 反正就是我上一节课 那可能第一节课 价值就一万块 然后呢 我上了十节课 我就把它单价 打到了一千块 我上了一百节课呢 OK 我就把它单价 打到了一百块 就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一直在用这个VIP的课 所以的话 我们家反正在过去的四年 我自己觉得也应该用了几百节课了 那我的感受的话 就丢掉这一百的话 丢了就丢了吧 这个只不过是他那边 寄的一个数字 会去吸引我更多去买的 那再回答大家的另一个问题吧 就是有些人就是说 我还想要给我那家孩子 像还上着那个 就是各种的思维 火花思维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的是那个 画画的那个 就觉得还挺好的 我们要不要停下来 要不要就是也去为全去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反正呢 就是这种课 大家在买的时候 还是要做一个 就是心里头有数 怎么样子去判别呢 这个里头有一个 很强的一个商业概念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 就是这个归属地啊 这个管辖权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之外呢 还有一个商业 商业的一个伦理也好 管制也好的话呢 的一个就是 关于预付款的一个管理 那这个预付款的话呢 它的这个管理的话 其实是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地区 都有不同级别的一个管理 那举个例子 像我们在海外的话呢 可能大家就是 对这个预付款的 就很熟悉了 比如说你去找一个 这个法律的服务人员 像律师啊什么的 你去找他们这个服务的话呢 通常他都会估一个费用 然后就说 麻烦你帮我的这个 Trust Account 就这个新作战户里面 打一个钱 那这个Trust Account 其实就是用来装这种预付款的 那这个预付款的实质上说是什么呢 就是 款是你给的 你是客户 你给到我的钱 那这个钱 它的这个属性 它是在我的管理之下 但是它的归属权 在我没有给 去履行我的服务之前呢 这个钱的属性 还是属于你的 那最坏的情况呢 就是说如果 我这边作为一个服务供应商 有了什么问题呢 那这个钱还是有很大的可能 是可以回到那个客户身边去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预付款的概念 那了解了这个预付款的概念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以后就消费的时候 可能就会清晰一点吧 可能你发现说 我可能要去做这种预付消费的时候 更多的去了解一下 对方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像我自己的话 可能我的这个职业的角度的话 我希望是去了解一下 他对于这一块到底是怎么管的 那像当时买像VIP这种课程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 给我的那个服务的人员 他肯定他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管的 那我假设如果他也说不清楚 那假设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管理 所以才会出现像我们家之前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就是 加速消费那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出现 对 这个是第一个 看他怎么管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企业或者这个机构的信用额度 那信用的这个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也是说 像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给学校 就肯这样子 我们付了他一年的 或者一个学期的学费 然后我们就基本上不会担心 他会一下子就没有掉 但如果是一个补习机构的话呢 他可能就会没有掉 那这个就是 你在做一个商业的 这个消费行为的时候 你的对家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可能你要去清楚一下 另外呢 可能还有一个现象的话呢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事情 在中国 就我们自己这个国家那边呢 就会那么多 我自己觉得说呢 因为其一中国的这个 预付款的管理 真的就是很初级的一个阶段 很混乱的一个阶段 甚至于说 预付款该怎么管 由谁管 现在都是在一个 就是探讨阶段 所以的话呢 这个也是为什么 那边会出很多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 其实呢 我自己觉得 这个更多就是消费者惯的 在海外的话呢 可能大家就会发现 好像真正就是 预付款这个项目不多 那你说商家 想不想做预付款呢 就这种给商业credit 那他想不想做呢 其实他很想做 但是他就是很难做 老百姓来讲的话呢 并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土壤 但是在国内的话呢 好像这个东西 就从我们小区门口的 这个美容美发 我像我跟我妈 我们两个人 真的就是很多年了 就是说 办卡 然后呢 那个人就跑掉了 然后办卡 然后就倒闭了 就这么多年 但是也并没有 抑制了我们 就再出来再办卡 然后我们还是会办 办卡的这种心 就好像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个也是一个迷思吧 那这个就是 对啊 就就也没什么好怪的 这个事就是我们自己给的嘛 我们接受这种 那接受了的话呢 除了事儿 我们自己就要 也要去承担这个 然后再说起来的话呢 也是有妈问说 那难道这些里边 就没有一个好的吗 呃 我觉得说是有好的的 实话讲 像VIP的话 这几年 看着他的那个APP 一点点发展 看着他一点点的 这种做起来的话 我觉得我相信他一开始 他也是想往好的地方去做的 但是的话呢 呃 就话又说回来 就是从他这个企业的角度的自身 呃 实话讲 你比如说像我自己 我也有经营一个企业 像我的这个企业的话呢 我们也会有那种 就是服务费预收 然后我们再扣费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但是的话呢 我都不想要再去预收费 因为我就觉得管起来很麻烦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一般都是 民口我们先把事干了 然后呢 我们再开INWAS 然后呢 等着对方来付 呃 那这个的不好呢 就可能对方会拖欠 但是他的好处呢 就是我不用管这个预付款 因为管起来真的是挺麻烦的 那你再把这个概念 再放到就是中国的这个 这些企业上面的话 为什么他们可能给你 打那么大的折扣 就为了吸引你 去来付这个预付款 对啊 这个地方其实可能 大家就明白了 可能在于你的眼睛里头 你觉得说 我是买了一个卡 然后呢 打折 然后呢 我就再消费 但是可能在这个商家的这个眼睛里头 不管你们在就是这个沟通过程中 他做这个marketing 做这个广告 有哪些误导的成分在 但是在他商 就是这个商业行为 一旦做出来了之后 可能他背后的一个动因 就是说他觉得你给了他的这个钱 就是帮他去回血的 就是帮他去作为他的一个运营资金 去给他的 所以他才愿意给你打一个折 然后让你来上课 对啊 这个可能这个事的话 要是讲到这的话 我相信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所以就大家反正就是接下来买课吧 我感觉说你还是要区分一下子 就不要只听那个教父人员 然后那些销售人员跟你说 因为很多的时候的话 就是跟你接触到的那些销售人员的话 可能他们只是局里边的一个棋子吧 他们知道的也就是有限 所以的话你看像这个事一出了以后 就那个维权群里面喊的最凶的就是那些员工 那我感觉呢 就反正除了真的就是海外的家长 可能就接受吧 上海地区的话呢 值得还是去就是看努力一下 有可能呢 还是可以在当地维权成功 因为你们刚好使用者 还有这个供应商 然后还有服务发生地 这就都没什么好去 大可能的情况下都在上海 那这样的话呢 上海的机构可能就会管一下 好的那今天就杨洒洒的热点话题闲聊 就到这吧 明天不知道 可能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好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